原始点它的发展就是 从内热源 然后再发展到 把所有的位置找出来 然后再进一步 把外热源完善之后 事实上中医的所谓三大疗法 一针二就三用药 其实已经能治疗的 原始点已经能治疗 但为什么要讲理论 这是被逼的 很多人不相信 这样按推也很好 人家是用针 C是用手术刀 你这样手指头就能把 什么做骨神经 什么这样揉好 他们很多人是不相信 一开始以为我按摩吹牛 只会按摩 然后就吹得那么大的牛 牛皮 所以不得已发现 这个理不说通还不行 那理要说通 难道要用中医的理论 还是西医的理论 来解释我的理论吗 也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概念 所以我想 想了很久 如何让像一般人 没有一些背景的人能听得懂 我认为最好就是用因言果来谈 因言果每个人都懂 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因果 你们都知道吧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有没有人种瓜得豆 或种豆得瓜的 也不可能 对吧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因果 那我们就用因言果 来把这个医学很坚涩的道理 这样简单 大家都容易理解的 因言果的定律 来把它讲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 疾病是果还是因 疾病 疾病是被生出来的 被生出来当然就是果 被什么生出来 被身体生出来 那身体什么情况下 会生出它这个果呢 它一定有出了问题 身体有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才会生呢 生了一个叫做体伤才会生 那什么叫体伤 我们后面会介绍到 就是身体运转不顺畅 在一个失调的状态下 我们称为体伤 也就是当你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 简单的讲就叫体伤了 那这时候就会有症状 好 那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 热能不足 也就是它这个组织器官要运作 要不要一个推动力 当然要 这个就是我称的热能 那如果这个能量不够的话 我们称为热能不足 那也会影响到组织运作失调 而产生症状 所以疾病的来源不外就是这两个 所以我们在编音就讲 从一开始的讲得很清楚 第一段就讲 我们生命之所以能维持住 一定要靠组织器官运作 正常运作来维持 对不对 如果组织器官都不运作 你怎么活下去 那组织器官要运作要正常 需要身体的能量来供应它 如果供应不够 这个叫做怎么样 热能不足 所以所有的疾病 不外就是两个层面问题 一个是什么 组织运转不顺畅 组织器官运转不顺畅的 失调的体伤问题 一个是什么 身体能量不足以 供应组织器官运作所需的 热能不足问题 所以我们简称为 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 已经没有其他的 就是这两个原因 才造成我们疾病 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体伤跟热能不足呢 因为身体从你生下来之后 每天身体就在变化 随着善言恶言都会来考验 比如天气的突然骤降啊 或突然间温度升高啊 对身体都是一个考验 或吃东西啊 不干净的也会 对不对 还有东西太寒也会 诸如此类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这些环境的变迁 我们身体随时都在变化中 就会产生了诸如此类的问题 所以这些盐会产生因的变化 而最后产生果 而这个果不只是疾病 还有什么 衰老 体伤跟热能不足 也会使我们老化 要不然人怎么会老 如果它热能永远饱满的 然后运转整个器官永远顺畅 没有减弱的 也就是都维持一定的状态 那人体就不会变化 就是永远那么年轻 永远都是这样 但问题没有一个人身体永远不变 包括你们 你们每一天有没有都在变化 不要说每一天啊 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 我从一开始进来到现在为止 你们脑袋有没有变化 有啊 但我相信你们都听进去了 对不对 你们也听到了很多 起码知道什么叫正 什么叫状 对不对 什么叫做原始点开关 回去已经想越越意识了 所以你们那种求知 已经被我挑动起来了 那这个就是变化 那再简单的讲 你们一直坐着听 到中午会不会饿 如果不变就不应该要饿啊 那为什么你们饿了 就是你们即便进了 你们不只脑袋在变化 你们身体也随时在变化 那变化只有两个途径 哪两个途径 不是走向老 就是走向病 没有其他一途 所以我们才说生老病死 那既然每天你都要面临不是老 就是病的变化 那你们既然不知道 表示你们对自己本身 不负责任 这个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应该我们生下来就应该 先把这个问题解决 再去求其他的学问 你连本身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你去学外来的一些东西 以后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原始点第一个就是要把论国讲 也就是第一个我的标题就是老跟病 那我这里很简单的 什么叫疾病 你要知道老 一定要把疾病很界定清楚 你把疾病界定清楚了 排除疾病的 那剩余的就不就是老 那疾病呢 不外就是症跟状 那症呢 分种三种 症的不适感 可能比如疼痛酸麻痒 长闷 那还有一个症的功能混乱 比如咳嗽 呕吐 腹泻 白带 气喘 这一个比较有具体的 还有一种叫症的体力虚弱 就是行动齿广无力啊 面无光泽啊 讲话有气无力啊 甚至暴瘦啊 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所以症有分这三种 那症很简单 就是体表组织受损 包括伤口 或一些皮肤棋疹子 露窗 诸如此类 那排除了这个症跟状 疾病是一个抽象名词 症跟状是具体在身上的表现 两个同指一种东西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疾病是抽象 那表现在身体 不外就是症跟状 所以中医几千年来 不外就是要解决 我们身体的什么 症跟状 也就是疾病 好 那你能够把疾病 定义清楚之后 你才能谈老 为什么 排除疾病的症以外 症跟状以外 那就是老了 这样的变化 那老在目前西医出现了 仪器的检测 仪器检测的变化 因为外表会不会变化 会 那体内会不会变化 会 西医只是借助仪器 让我们体内的很多变化 还有讯号表现出来 把它具体化 有些是数字化的具体 有些是形象的具体 让你看得到 那这些变化 我把它界定为怎么样 因为它跟症 与状无关 所以它绝对不是疾病 所以它应该称为衰老 那这一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厘清 那西医的这些检查意义 你永远没办法解透